视频简介绍 视频简介绍 可能它还没有完全开起来 有时候会没有办法一下子可以调整 OK 这里的话有一个CAD 你把它打开来 等一下我再来讲一下 这个环境开起来之后 要怎么样调整成 传统的那个AutoCAD典型的配置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现在就知道 就是按哪个 试用 现在在关闭它就是会 在试用还是30天 下礼拜还是 那这边可以把它关闭 然后 他问你要不要不用了 谢谢 OK 进来之后CAD就看到了 看到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上面的面板还有分什么 常用插入注解 什么 参数式 检视管理一堆的 有没有 那这个其实跟那个office 那个什么office 2007以后的版本不是也是面板 那很多人呢 本来习惯用2003 就突然跳到2007就不习惯 所以如果说你要相容于前几个版本的话 特别注意呢 我们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哦 你可以把它切换成传统的界面 那传统的界面该怎么放 请各位看一下 在你们的那个画面下方 会有个叫工作区的切换 有点像齿轮有没有 齿轮的地方呢 讲这个之前 顺便讲一下 我刚刚你刚开机的时候 你这样拖拉 它会没办法调整 你要等到它开起来 大概等个一两分钟吧 你不能马上调整 我刚一马上调整 没办法调 可是你当它全部开机之后 你这样调 我习惯大概调这样的 你可以大概调 比画面稍微再小一点点 就是大概放这样子 然后来做图 其实我觉得也还ok 好 这边刚刚说明 那我要怎么样调成跟传统的界面 类似 你可以找到齿轮 工作区切换 在右下角这里 你会看到有一个 它预设是这个字图与注解 对不对 这个3D的 如果你要画3D图 就把它切到3D的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 OK AutoCade典型 AutoCade典型 AutoCade典型